Hello 大家好 我是Master Joe 欢迎收看今天的同学视频 本期是第69期 咱们介绍的是1989年版本的摇摆舞 Rock and Roll 那么这个版本的话是第二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的话是远在1982年 那么是这一款 咱们前面的话是有测评过的 这款的话是一个直臂版本 在这个83年的话 其实也出过一个就是悬臂版本的摇摆舞 那么第二个版本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1989年版本 那么在之后的话 像这个1991年的话 有一个第三个版本 那么那个版本的话是一个异色版本 后面的话是一个可以发出声音的Sonic Pack 好 那么再往后的话 在这个2005年06年的话 是有这个漫画书 这个Comic Pack版本 那么这个版本的话 是更加接近于这个漫画里面的形象 好 那幼岸五的话 其实远在这个1982年漫画书里面的话 就有这个登场 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中古的人物 这个人物的话 其实他在这个第二个版本的 这个幼岸五 他在漫画书里登场的话 是在第97回 那么当时的话 特朗普的几个人员是在这个 严特朗普的里面的一个高地的火力压制 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1005的话 也是从第一处进行一个重火力的输出 那么1005的话 有一个口头禅 就是drop it or get dropped 就是或者你把枪放下 或者的话我把你撂倒 这是一个非常硬核的人物 好 那么在冬二天里的话 是在火龙行动 那个Operation Dragonfire的第一集里面 就有所登场 那么这个人物的话 也是我一个童年回忆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 是跟同学玩过这个人物 但是当时并没有拥有 也是后来的话 把他这个购物能忠 好 首先我们看下这个人物的 人物卡 这个人物的基本信息 好 我们看下这个人物卡 人物卡的话 他的代号 code name 是rock and roll 就是摇摆五 咱们中文翻译摇摆五 其实rock and roll的本意的话 是摇滚的意思 那么它是个Gatling Gunner 它是一个加特林枪的一个射击手 我们知道在这个82年版本里的话 它是一个machine gunner 它是一个机枪射击手 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话 这个变化了一个名称 变成一个加特林枪的一个射击手 我们待会的话 对这个枪的话也是有介绍的 好 它的真名的话 是这个McConnell Greig 那么它的军队首要任务的话 是infantry 就是步兵 第二个任务的话 是pt instructor 这个pt的话 是physical training 就是体能训练的教练 好 那么它的出生地的话 是马里布 在加州的马里布 好的 我们看这个地方rock and roll 在当时的话 Gatling Gunner 创立初期就加入这个队伍 我们这Marsley的话 也是在80年初就加入了 那么它在目前使用的武器的话 就是5.56口径 那么有6个枪管 加特林枪 那么这个枪的话 在这个地方也是有一定的介绍 那么包括它的背包 这个装弹 并且呢 这个枪的射速 以及这个距离 好 那么再下来的话 是讲的这个地方rock and roll 它是一个冲浪手 它也是一个举重手 在这个马里布 在这个参加这个Gi肉之前 那么它的话 也非常启用它这个电子吉他 所以说的话 当时的话 它的耳朵呢 就经历了这种噪音的考验 所以实至如今 只要有这种大型机枪 或者这种重火力的话呢 虽然很吵 但对它来讲的话呢 就是这个耳中的音乐啊 这是一个非常硬核的人物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物本身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185的话呢 我们敌眼看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讨喜的角色 这是一个重力输出 那么两挺迷你 Gatling Gun 加此林枪 那么这两个枪的话 其实是 虽然是左右手一手一个 但其实的话呢 它们是长得一模一样 是同一模具啊 所以说呢 我们不用担心 可以买到这个一顺边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连接枪带的一个小卡扣 分别是在同一个一边 都是在左边 所以说的话呢 不用担心 那么后配的话也没有关系 好 我们来分别看这两挺武器 我们先来看一下加此林枪啊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挺武器 这个武器的话呢 是这个mini Gatling Pack 那么这个是两个加此林枪 夹在一起的一个枪包啊 好 那这个枪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著名 我们知道加此林枪的话呢 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重型武器 它的发明者的话呢 是Richard Gatling 是在1861年的时候发明出来 那么这个枪的话呢 也是经历了这个南北战争的考验啊 而这把枪在当时的最初的射速 是每分钟600到900发 那么当时是这个手动驱动 那么之后的话呢 是改成这个发动机驱动 那么射速的话 更是提高到了每分钟3000发 这是一个无人可胆的这么一个枪 所以说的话呢 只要有这个硬汉出现 包括像这个终结者里面 都会有这顶枪的这个影子 好 那么这顶枪的话呢 首先是两个加此林枪 这个地方的话是不能够旋转 那么上面的话呢 是一个可以握住的地方 有一个电子激光的一个瞄准镜 上面是有很多的细节刻画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底下的话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连接枪带的一个小槽 我们可以把这个枪带的这个子弹袋放在这个地方 好 然后的话呢可以进行一个连接 然后可以在这个背包部分的话呢进行一个连接 那么是一个弹药补充的这么一个刻画 好 那么这个弹袋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软胶的材质 是非常的这个柔软的 那么也是不容易坏啊 好 那么上面的话呢 也是有一些这个子弹的一些细节的刻画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包部分 它的背包的话呢 是可以给这个加此林枪 进行一个弹药的一个扩充 好 上面的话同样也是有一些细节的刻画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类似于发电机的这个一个刻画 我们知道当这个加此林变成一个电子驱动的话呢 它的射击的话呢非常的高的 好 我们再看它的另外一个武器 就是在这个腿的右侧别的这么一艺这个来副枪 好 那么这个是它的第二个武器 这个武器的话呢是一个附属武器 那么两个孔的话呢 是可以安装在这个腿的旁边这个部分 可以像一个这样的一个收纳 好 那么这个枪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复古的武器啊 我们知道当时在这个美国的南北战争期间的话呢 就有这样一款武器叫做Winchester 1873 那么这个武器的话呢也是非常的著名 那么当时有一个别称 就是赢得西部战争的这么一把枪 The gun who won the west 好 那这把枪的话 有一个下拉式进行装弹这么一个设计 那么有一部电影呢叫做最后的武器 里面康姆克洛斯就是使用了这样的一款枪啊 那么这款枪的话呢 在美国的历史里面也是非常的著名 那么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美国毕业人间的战争啊 那么你们都可以看到这把枪的这个身影啊 好 这把枪的话呢有一个细节的刻画 上面一个瞄准镜 比如说像这个M70 那么这款枪的这个圆形里面 就有这个M就有这个瞄准镜的这么一个刻画 好 好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人本身 这个小人的话呢 他的名字呢是Rock and Roll 那么他是个重武器的这么一个输出 那么浑身的话呢都是这个子弹袋的这么一个刻画 包括我们先看这个头部 头部的话呢是一个小帽子 上面的话呢是一圈子弹袋啊 好 那么是黄色的胡须 面部的话呢是一个非常精致的这么一个刻画 好 胸部的话呢 他同样是一个子弹袋的一个缠绕 好 胸前两个小包 那么分别是有四个手雷的刻画 好 那么腰带的话呢也是一个子弹袋 这真是一个武装的牙齿这么一个人物啊 那么上面的话呢还有一些小袋 可以加入一些这个弹药的扩充 好 在他的左腿的话呢是有一挺作战匕首 好 在他的这个右腿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有两个小匠可以搭载这个附属武器 好 腿部这个地方的话呢 依然是有这个有一个两个小的子弹袋 那么类似于这个手枪的这么一个子弹袋的一个刻画 好 在上面称的话呢是一个卡其特的军装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这个锦尘利落的这么一个打扮啊 好 那么他的裤子的话呢是绿色的军用迷彩 好 那么手套的话呢是作战的手套 包括这个靴子的话也是一个黑色的刻画 好 这个人物的名文部分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是在应该是在大腿的内侧啊 是在这个地方 好 这是一个名文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名文的话写的是这个Hasbro 1989年 好 那么这款人物的可动性的话呢 这个头部的话呢是可以进行前后移动 可以左右移动 因为这是一个89年的玩具啊 我们知道海之宝的话是在这个85年之后 就加了一个球形关键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手部的话呢可以进行一个旋转 那么可以进行一个侧部的一个展平 那这个地方可以进行一个躯壁的旋转 好 然后腰部的话呢可以进行左右旋转 和前后的这样的一个移动 好 腿部的话呢可以这样向前打直 那么膝盖部呢可以进行向下的一个90柱的一个弯转 好的 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玩具 那么特朗普对的话呢没有它的话呢是肯定不行的 需要一个这么一个重火力的输出 那么这个角色相对应的这个演示特朗普对的一个角色的话 应该就是铁头了 那么这个也是一款我非常喜欢的角色 好 我把他的武器给他装在身上 首先的话呢是这一个背包 好 把它装在身上 好 然后的话呢就是这两个枪袋 好 然后的话就是两挺加特林机枪 好了 最后的话呢还有这一个小的附属武器 把它放在腿的旁边部分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玩具测评 这个玩具的话呢是198年版本 第二个版本的摇摆五Rock and Roll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马瑟周 那么今天的话呢是我们的第69期 我们目标的话呢是800期 那么包括550个小人和250个载具 感谢大家的支持订阅以及转载 好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